直昌樂壇 IKA 趙惠山 燕南樂壇 首先給大家看的是30秒預告版 但已經很吸引 謝謝你 水著陸 還要玩直立版 對我來說是第一次 對於我來說是很大挑戰 會不會是MV導演想給你一件害怕的東西去學 或者是第一次試就達至那種不恐懼的感覺 沒錯 因為她說有什麼真實過 你真的很害怕 因為我本身是怕水性的 但你懂不懂游泳嗎 我不是太懂的 女兒 尋命薄 這個MV是尋命薄回來的 因為我小時候是泡過 那個泡是很尷尬的 是在我遇到一些師姐的情況 然後那個泳池旁邊還有一些籃子可以拿著 但我都被人笑 陰影 有很大陰影 導演說如果是這樣不如你試試玩直立版 去到那個位置 有些位置是不到地的 因為一定會掉下去 聽起來也很害怕 因為我自己本身也是怕水性的 你也是嗎 對 但我很要去克服這件事 結果我去了學潛水 這個經驗很恐怖 當我遲些私底下告訴你 我完全感受到你那種害怕 對 所以這個MV就是 拍了一些最害怕的樣子 平時拍MV是要很在乎自己的樣子漂亮不漂亮 但這個MV是真是很噁心的樣子 但你怎樣去克服呢 當導演這樣跟你提出 當然知道這首戲橋很適合這首歌 但你真的要去做 安全是至上的 你跟自己怎樣溝通 我心裡想死就死 你看看 藝人和歌手可以去到多盡 還有他有教練在旁邊 都看著 還有一個小朋友 不是小朋友 是一個小男生 他是一個救生員 所以我覺得應該不會死 最重要是否英俊 那不會死 對作曲有沒有恐懼 這次是你第一次 對 有份寫歌 對 我第一次 一開始 監製去Jason彈一些歌曲給我 他說你給一些歌曲 你順便撐 然後我撐 然後他用 然後我說你真的用嗎 很明顯這個女兒 他對自己好像毫無信心 然後他說對呀 想不到 監製真的空間感很大 然後到尾 我都不敢去挑戰他 我覺得你這個音好像這樣好一點 三分顏色 他突然又 你意思是 一開始大家都試一下 你是不是沒有想過會寫歌 是 真的他的鼓勵 或者他覺得可以用 不如一起合寫 是這樣發生的 是呀 因為一開始我打算 Jason幫我作 然後他叫我哼的時候 他說原來你是有聲音的 那一刻我真的嚇到 你是不是自己都沒有相信過 自己可以寫歌 是呀 所以真的要不怕 你意思是 入紅那麼久 甚至SG的時候 都沒有想過 我可以的 你懂不懂樂器嗎 因為我只懂一些吉他 所以我不覺得自己 我又沒有樂理的底 我又問他 其實不是很需要的 你的意識是比較重要的 還有感覺 所以他真的覺得 鼓勵到我 然後他叫我混合也去買 然後他竟然交給我 自己跟工程師溝通 你說了什麼 請問 請問 你也知道 我只是猜 你也知道 我一聽完 那一刻我不敢說話 我說其實很好 如果這裡 我不知道是否正確 但我想問一下 我明白 那些對自己沒有信心 還有是一個陌生的範疇 不是說女生的時裝 那些你就肯定要哭哭 那就要禮貌一點 又怕得罪 對 然後我說不一定 其實我純粹想問 但是如果你改了這個 就很難 在混合上 你給過什麼意見 提出過什麼問題 例如是 一個Bridge 去chorus之前的位置 我覺得會不會可以加一點效果 像Crescento這樣去呢 會不會好一點 或者有一點延遲 聽到這些話 好像很外行 我想他們用的術語 未必是這些 沒錯 我說其實是否這樣叫 然後他說 然後他提出了一個定義 他應該是想這樣 好笑 然後他們就試 還有老闆 工程師和監製 他們好像放了手 給我去做 但他們說 原來你也合理 那我就信心大了很多 所以這首歌應該是 你最有滿足感的一次 是啊 也是 因為第一次 個人快歌 第一次很rock的曲風 作曲和混合 都是自己有份參與 雖然在SG的時候 都跟Jason合作過 但這次他只是做你的個人單曲 還要讓你試作曲 還要叫你去看混音 在錄音室裡面 其實從來你有沒有對錄音室 有任何的恐懼 其實沒有的 我覺得很好玩 只不過有時候會覺得 錄音室的聲音 你聽得很清楚 那你的控制要多了很多 太多不同的質感 就會不斷想自己 這個頻道應該要怎樣去調整 那Jason呢 Jason在你這首單曲裡面 除了我們之前說過的之外 你覺得和他的合作的 chemistry 在哪裡 在你的 vocal 上 今次這首歌是他要很rock的 那個 chemistry 是 我跟他說 哇 你這樣每一個字都這麼有能力 我真的不知道有沒有 然後他說 可以的 你試一下 他就說 譬如你這首歌 你聽到 我的能力可能去到八 但其實我真的 《現實生活》 我給了十六 一倍 出來才只有八 原來是這樣 所以我真的很尊重 就是Rock and Roll的歌手 他們很厲害 那為什麼你要選一首 這麼有力度的歌 如果你覺得自己不夠力的話 其實我是想嘗試 有一個新的嘗試 因為一直以來 我的歌很Ballot 很Soft 很多人都問我 其實你又喜歡跳舞 你又這麼喜歡做運動 為什麼你又不出快歌 其實很切合你 那我也覺得 對 既然我是想說 叫人家Fearless 走出這個Darkness 為什麼我簡直不出歌 是有很多Energy 我根本就給你一些Energy 而不是要你慢慢去感受 我直接直接給你 所以就 對的 我是做到這個 就是監製叫我 所以你都排舞了 多謝你的suggestion 有嗎 有沒有有力度的舞 給我們看 因為本身沒有排舞 但當你今天講完之後 我就立刻找老師 叫他排歌曲